今年新年多了機會留在家 更加應該要吃好些 對自己的廚藝沒有信心?不要緊 今次我們邀請到沙田海月酒店 行政總廚張康文師傅 一連兩集教我們煮兩款 簡單得來又有二頭的賀年菜 今集師傅就會為我們示範煮 麥戰金蠔脆多士 以前很少聽到有金蠔的 那些曬蠔的人是曬到 自己又拿來煎到它 接著就越來越普及 請問選擇金蠔有什麼秘訣? 選擇最重要是它夠飽滿 顏色不要乎乎乎乎 黃黃的,金黃的,比較清晰的顏色 裙邊不要辣 而且裙邊不要太硬 如果很硬 那就變成一個 接近蠔市多一點的金蠔 明白了,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入廚房偷吃吧 請問選擇 請問選擇 選擇 做得到 茄子 另一邊 選擇 拿 chap 選擇 雞 煮好的金蠔,金黃飽滿,賣相吸引又好二頭 而且制法簡單,用來招呼拜年的親友一點都不失禮 大家一於記下它吧 AM730的讀者你們好,我是Yoyo 祝大家苦年,行大運,身體健康,心殺事成